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身为市长柯文哲重要的左右手 却在餐须过程中突然倒下 照片曝光可以看到蔡炳坤当时面带笑容就坐在柯文哲的右边 根据媒体转述在场的台中市议员表示 当时蔡炳坤突然往左边一倒就倒在柯文哲身上 身为仪式的柯文哲立刻问蔡炳坤左手举得起来吗 当时蔡炳坤还回答没关系没关系 不过已经无法起身 讲话困难但意识清醒 柯文哲立刻知道是中风 紧急启动救护系统 10分钟内将他送医 医师表示中风或心血管疾病 65岁以上的长者要特别注意 另外工作压力大 月夜颠倒或是情绪波动都是危险因子 如果要辨别中风可以牢记FAST四大口诀 F代表face可以请患者微笑观察面部表情 以及脸是否对称 A则是arm 请双手抬高平举观察手是否会无力下垂 Speech就是请患者说一句话观察能不能完整表达 T则是把握时间 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症状 就要明确记下发作的时间 立刻送医把握抢救的黄金三小时 有些患者可能会呕吐的话 要可能小心可能把脸侧一边 不要他呕吐塞住他的气管 那另外的话如果检查他的所谓的心跳脉搏呼吸等等 如果有停止就赶快自己急救 今年63岁的蔡炳坤紧急开刀后 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包括市长柯文哲和亲朋好友都替他加油打气 希望他能早日苏醒 华视新闻李红杰杨文尚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